然後呢,你可能也把SS也關閉 又換一台電腦,比如說回到家 你不確定說,到底你的資料有沒有存進去 所以如果說你要找,找在哪裡找呢? 假的通通沒有對不對? 你就從我的電腦嘛 那因為我剛剛是擺在我們那個 我是摳到隨身碟裡面 隨身碟裡面的這個光碟範例 我已經把光碟通通摳到隨身碟裡面嘛 那其實我剛剛做的通通在本書範例裡面 本書範例的第三章有沒有 那有兩個檔,我們剛剛練習都在原始檔 所以你就把原始檔打開來 就在這裡面,打開來看一下 有沒有,那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物件一定要停在資料表 如果說你停在別的地方好了 沒有耶,其實就是因為這個地方 就物件一定要停在資料表 或者一定會沒有 那資料表就一定會有一個叫學生基本資料 如果你把它打開來,點兩下打開 你的資料就會在裡面了 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那如果說你要再進入到那個設計畫面呢 就按左上角這邊就可以了 有沒有,就進到那個設計畫面 那關閉的話呢 就從外面,這個裡面這個XX把它關閉 那設計,進入設計畫面 除了說呢 你從這個左上角可以進到設計畫面之外 有沒有,你還有一個方法 就是點住學生基本資料 按設計有沒有,它最後也是開起來也是一樣 反正按設計或者按左上角 只要記得呢,它的圖呢 是這個三角尺,然後一直比這樣就知道是設計畫面了 那這裡我們開起來之後呢 我發現,想說我設計完之後 我發現一個問題怎麼樣呢 這邊掃一個地址 不過你們最好你們這個也可以把它調整 那個寬度怎麼調,很簡單啊 這樣拖拉過來就可以了 跟Excel一模一樣 另外你也可以在這個線上面點兩下 它會自動幫你去調整 它會自動去調整那個寬度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今天我這邊 掃一欄 掃地址這一欄的話 如果我今天地址的部分 要重新再輸入上去 該怎麼辦呢 特別注意喔 你就按這個設計 按那個三角尺這個地方 那因為呢我今天要在郵遞區號 這裡的話請參考一下哪裡呢 這邊呢特別注意喔 這邊呢特別注意喔 請參考三支二十二頁這裡 三支二十二頁這裡 要增加資料表的欄位嘛 三支二十二頁這個地方喔 如果我今天呢希望要增加一個欄位 叫做地址 那地址的話該怎麼新增呢 如果我今天呢是希望在郵遞區號的上面 新增一個欄位叫地址 那我就特別注意喔 好 先在郵遞區號這個地方點一下 它的這個黑色箭頭有沒有 這邊箭頭點一下 然後呢按插入裡面有個列 把它點下去就可以了 插入列 這個時候上面就會出現一個空白的欄 那你就直接呢在這個空白欄上面 你就出入這個空白欄的 它的欄位名稱叫做地址 你就把地址兩個字打上去 那地址的 它的資料類型喔 就這邊它給它希望 有沒有 三支二十頁下面這邊 它希望我們 輸入欄位大小是多少呢 有沒有 最下面啦 三支二十頁最下面啦 欄位大小它希望設為二十啦 不過我是覺得二十好像太小了 有的時候 有的人在家裡那個很長啊 什麼有像啊 有弄啊 或者完整的 恐怕大概多一點 把它改成五十好了 五十比較保險 否則你如果將來 地址打不進去 就會產生錯誤 好了以後呢 這個時候 因為我們有做一個變更 那如果變更完畢呢 特別注意喔 就要做存檔的動作 你只要有變更 比如說呢 你刪除某一個欄位 比如說如果今天要刪除地址的話 按右鍵 這邊就有個刪除列 有沒有 有沒有 就刪除了 那要多一列的話呢 就插入列 就可以了 那直接在這邊就輸入第一字 兩個字 刪除也是 刪除按右鍵就好了 還按右鍵 右鍵 這邊有個刪除列 有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記得如果有變更就按一個儲存 那再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 把它按一個 因為我們要再輸入資料上去 地址裡面是空白的 所以呢 我們就按下去 那這邊地址就可以輸入 那再來地址的內容 這邊它有沒有給我們資料呢 這邊 在這裡 28 3-28這邊有沒有 字蠻小的就是了 3-28頁呢 它就給了我們這邊的資料有沒有 台東市啊 有沒有 封龍路 1號 27有 對 27也有 27上面這邊也有 字稍微大一點點 那你們就根據這邊的訊息 把它輸入上去 把它輸入上去 好 那這邊我把畫面先切換給各位